感谢Luke10个月训定 要结婚了没? 没! 怎样 我现在是吃定你们了 我要再多申你们几年的钱 死不结婚怎么样? 呵呵呵呵呵呵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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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Shit 我太忙了 我忘记回懒貓 因为懒貓前一阵子 他们高3D玩的时候有问我说 要不要来一些这个皮的3D的合作 没有 我有回他 我有先跟他说 我又说要 要合作 可是我8月底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先没有空回你 但是要合作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不是心结 我有跟他讲 我有说要 一定要合作 可是我8月底太忙了 所以我们9月再来讨论 然后一直放到现在 8月底了吗? 还没 看8月怎么还没过完啊 8月赶快结束好不好 好累喔 8月赶快结束啊 你最近瘦多少? 就... 瘦蛮多的 但因为我跟你们讲 我瘦多少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我之前体重多少了 所以我不想讲出来我瘦多少 但是我必须说 我的减肥方式有一点自虐 所以我非常的不建议 大家用我的方式来减肥 而且我的减肥方式超级不适合男生 就是像我一样会有可能拍摄啊 或者是摄影的需求 然后你非常有立即的需要减肥的需求 我才建议你用我的方式减肥 不然如果你用我的方式减肥的话 我包你两天就会昏倒 就是大概是目前大概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明显瘦到就是不管去哪里 大家都会说 干你也变太瘦了吧 然后这个多月期间呢 基本上早餐只吃半份蛋饼 跟一杯热美食 午餐不吃 晚餐吃健康餐盒 但是不吃健康餐盒的淀粉 就只吃菜跟肉 但是也不多吃 也不会多叫别的肉 也不会多叫别的蛋 戒宵夜 然后不喝任何有糖的饮料 然后喝水喝茶 然后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会去跑步 跑完步之后 就会开始工作 然后做一些伍博 然后一周一吃重训 这样子 就蛮变态的 这样不会很照吗 会很照啊 一开始会很照 但是后来就 比较习惯了就还好 而且不是一整份蛋饼 因为就是早餐店的蛋饼 是现在我唯一的 梦幻食物 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那个早餐的那个蛋饼 但是我只能吃半份 而且这件事情是 男生完全没有办法模仿 因为男生的一天的消耗量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的话 你们大概两天就会昏倒 可是我现在已经结束了啦 我现在那个东西 就是我现在那个自虐的行程已经结束 所以我现在稍微会吃的 比我之前说的那样 会再多一点点 但也就一些些这样 除非我再也不拍任何东西 不然我就是都尽量不能吃多 除非 我就说我再也不拍任何东西 或者是 干嘛呢我这半年 我就是不管了 我才可以去吃我想要吃的东西 你们要想 我的这个是真的比较少没错 可是你们要想 因为我的 就是我的身高啊 然后跟我的体重啊什么的 本来就比一般人 就是我的size 本来就比一般人还要少 所以我吃的比一般人的减肥菜还要少 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最也是我们这一半 因为我已经结束了嘛 就我已经结束了那个很变态的减肥的过程 感谢Luke10个月训定 要结婚了没 没 怎样 我现在是吃定你们了 我要再多宣你们几年的钱 死不结婚怎么样 哈哈哈 有啦有啦有在想办法想要 要挤出时间约会啦 有啦有啦 不要担心好吗 但是结婚是不可能这么快的 毕竟我还没赚够 瘦下来桃花变很旺 其实好像有耶 所以真的是我之前太胖了 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相关 因为是我先开始说要有每个月的会员图嘛 如果我不想要修图修的太辛苦的话 我就得运动 所以我就是开始运动 然后结果开始运动之后呢 就会精神开始比较好 然后顺便调睡眠 就是我这些是同步并行的 然后就顺便调睡眠 然后也变得就是情绪啊 然后睡眠状况啊 然后身体啊精神啊 都越来越好 然后公司营运也越来越稳 然后你看YouTube精华也越来越稳 如果这些东西都比较稳 然后情绪也比较好的话 就可能整个感觉比较好 对然后就会变得说好像就是 会有比较多男生会来聊天之类的 所以我就想说 还是之前是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起来 状况太糟了 然后可能很凶 然后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会让人家就是觉得有一种 没有办法接近 或是什么样的感觉 跟别的实况主比气色比较差 是在哭哦 你在针对我的年纪吧 之前情绪是真的比较不好 身体也不太好 然后睡眠也不太 之前就是真的什么都 尤其是前半就是 开完加班台 到上个月的这段期间 都处于一个非常可怕的火爆的状态 这个月就自从开始运动 然后调睡眠 有开始比较就是会找时间休息 像我们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有在注意的话 可能就发现我们固定礼拜天 会开始安排休息 可能两周可以礼拜天休息一次之类的 老实说在今年以前 我也觉得熬夜会怎样啊 然后打太久的电动不好啊 还是什么的根本都是在讲屁话 当我度过了那一段很照的期间之后 我就发现原来这些事情是真的 因为你有可能觉得你的睡眠时间足够 但是其实你的脑袋没有真的在睡觉 因为我也这样子跟我的医生讲 我跟医生说不可能我睡超久 医生直接回我说不可能 你那个一定没有睡进去 反正就是到了我这种程度 因为其实我是已经变得有点严重 我才去 就是我是 反正我记得我有个三合一大礼包 就是我三种都有 不好入睡 浅眠 然后又多猛 三合一 所以这样子就算你睡得久也没有屁用 因为我的脑已经分不出来 我什么时候是在休息 什么时候是在工作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休息的时候也在打电动 我工作的时候也在打电动 就是我休息的时候做的事情 跟我工作的时候做的事情 是一摸摸一样一样 就我的脑已经被我的这份工作搞到 你现在也在打游戏 那你现在到底是在休息 还是你在工作 我搞得它很乱 然后医生说其实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我应该是要再去找一个 跟电脑完全无关的兴趣 就是我不能再看荧幕了 我一定要完全的找到一个 跟荧幕 跟手机 跟iPad 完全无关的东西 我应该要找这件事情做 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的大脑就会知道 我现在可以放松 因为我没有在看荧幕了 然后我大脑就会知道要放松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热衷的 跟荧幕无关的兴趣啦 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但是我目前有一个方法就是 例如说可能多拍一些YouTube的影片啊 然后或者是真的早一天 然后出去走走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现在已经身体的循环有比较好了 就是至少我开始有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之后 就是比较不容易头痛 也比较不容易胃痛啊 还什么之类 哦干我之前真的超常头痛 然后也超常胃痛 然后我之前情绪也很差 但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只是我还没有找到 我该如何远离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给的诚恳的建议 谢谢 不然你就真的开水船工作室啊 你在哭哦 如果我真的开水船工作室 那也是工作一部分不是吗 那就不叫做远离工作 OK 不收钱就不算工作了吧 干事在哭哦 哦然后其实我身旁有一些朋友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 会不会其实我有忧郁或是什么状况 只是我没有病逝感 或者是我不想承认 因为我之前蛮常讲一些话 很靠北 就例如说 我就会说 我觉得我活到五六十岁就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我现在跳下去 我应该也没什么遗憾 然后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不是好不好 我不是真的说我要去死 还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我很努力的过我的人生 然后我把我很多想实现的事情都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我 如果我现在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就我不是那一个很忧郁的意思好不好 牙齿有穿插 真的假的 走屁咧 妈的 哪有 我还是会在意的好不好 我还是会在意 就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到智商这种程度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烦恼 优异有分很多种 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但是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走不出 我应该没有爸 我应该没有爸 还是我自己讲不准 你们看我比较准 因为你们应该是最常看我的人 走不出房间 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我刚去看身心课的时候 他们就很担心 他们就会觉得 哎 干 还是其实你是 只是你不讲 然后你不肯承认 然后什么之类 并没有 我还是过得很幸福啦 我还是过得很快乐 只是现在就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 就就这样 我还是过来来 пож personality 做个问题 这种情况 你知道吗 那大家看下来 是 有 我们 不知道 替你 感谢观看